那么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讲 刚才讲在这个共同体当中 是由很多的个体构成的 那么这样就才会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个体和他这个个体 就是说张三李四这个个体之间是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会共同存在在这一个共同体当中 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 这个共同体 我们前面提到共同体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我要用某些东西来规范 来限定这个个体 那么为什么要对个体的行为进行限定 以使得共同体存在具有一个基础 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说 个体它有个体的诉求 所以这个个体的诉求 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冲突也好 产生矛盾也好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讲说 我有这个追求 我有这个需求 那么他人也有这个追求的时候 这个需求的 这个冲突的产生似乎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按照荀子的讲法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通常都知道 荀子讲这个在人性论上讲性恶论 性恶论 事实上你去想想 性恶论这个问题很简单 荀子从来没有 对这个人性本身的这个恶 提出任何的批评 他只是描述了一点 就是说在共同生活当中 这就会产生一个极端恶的结果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讲 荀子讲性恶论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样讲的 他大概有这么几个设定 第一个设定是什么 人都是有欲望的 也就是说每个个体的都是有欲望的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说 人的欲望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每个个体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个体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那怎么会反正冲突呢 不会的 如果你追求的东西是这本书 我追求的那本书 我们换一下就好了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相同的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欲望是不断地增加的 那么如果说有欲望 没问题 但是欲望是不断地增加的 也就是说比方说 我今天需求的是这么一点 但是这个满足之后还会不断地增加 那么第四个更要命的设定是什么 我们人生活的状态都是什么 在物质生活 具有一定的有限性的状态之下 也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不可能是想要的东西都能够满足 但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事实 那么最后一个限定是什么 人必须生活在一起 必须生活在一起 也就是说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这样子把这五个基本的限定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诶 能有欲望 欲望是一样的 欲望是越来越多的 物质是匮乏的 人是共同体的 所以这个前提下 如果不对人的行为加以限制的时候 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自我和他者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冲突 这个冲突按照这个行者来讲 就是说就会产生乱的结果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方式 就必须要用某些形式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 所以我们说个体和他的在共同体当中 为什么会冲突 是因为欲望 因为我们每个个体的欲望都是一样的 而共同体的生活当中 我们所面临的基本的生活的情境是 物质相对匮乏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满足个体的欲望 所以在这样的情境下 个体和他人之间 他者之间的这个冲突是必然存在的 那冲突如何解决 有冲突肯定要解决 否则就不能够叫一个共同体 所以共同体之所以为 共同体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它就要解决这个冲突 怎么解决法 好 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 这叫什么 用理 所以徐子讲得很清楚 理有两大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是养 养就是养育的养 理的首先的第一个特点是养人之育 这就意味着什么 在理的限定之下 让个体的欲望 得到适度的满足 那么理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别 分别 区别 别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个体的行为 做适当的限定 所以养和别这两个 作为理的特点 就非常有效地 既保证了个体的欲望 个体的需求 也保证了 个体和他者之间 不产生这个冲突 是吧 为了别 所以中国人讲这个长幼游戏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区别 在这个区别的意义上 有效地使共同体当中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状态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和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和怎么达到的 和不是说取消了所有个人的这个欲望 也不是说取消了所有个体的这个差异性 恰恰是在差异性的过程当中才呈现出来了有效的和 这才是真正的和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说 个体和他者之间的这个 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这种方式 可以在共同体当中得到解决 那体现出来共同体的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或者最有效的这个作用的形式是什么 那就是包容 所以这个包容或者宽容这一点 在整个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当中 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它使得自我和他者之间 达到一种非常良性的一种互动 什么叫包容 这个中游里面有一句话讲的是特别的好 万物并育而不废 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 有很多的天地万物的存在 它不会相互之间是伤害的 对不对 道 各种各样的道都可以存在 它可以具有包容性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 中国传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强大的这一种包容性 宽容的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使得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在整个的共同体当中得到一种最佳的表达 所以我刚才讲了中国人讲和不是取消个体的差异性 也不是说取消个体的存在的意义 所以有一个观念讲说中国人的传统当中没有自我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对不对 因为如果没有自我的话 那中国人讲 或者孔夫子讲说 古之学者为己 这个己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己就是在自我的意义上呈现出来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会发现 我们强调的和 和即包容了个体和他者之间的冲突 又实现了两者良性的互动 所以形成了一个完好的 或者说是一个完美的共同体的一个形象 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 就是说 我们在共同体的存在当中 为什么要强调以和 或者说以包容作为基础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先简单地讨论到这里